大家好,我是王珀 有一本书叫做《贫穷经济学》 它是研究那些真正的穷人 也就是说他每天的花销不包括住房 在一美元以下 因为这些人要被迫用贫穷的思维方式 就是说真正的极其的节俭 我们现在很多人 其实经济条件比他们要强的多的多了 也用和他们非常相似的贫穷思维方式 我现在列出来五条 你看看你中了其中的第几条 真正贫穷的人 他们做每一个决定时 都必须要小心谨慎 思前想后 比如说家里有几个孩子 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 究竟供哪个孩子上学 比如说得病了以后 要先忍着 看自己能不能好 那病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不得已了 才会去花钱去看医生 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是 其实做决定是一件 非常费脑子费精力的事情 我们每天要做几百个决定 就从一早上起来 开始穿什么衣服 吃什么早饭 要不要给那个人回电话 要不要拒绝那个朋友 这些都会对我们产生精神压力 我们现在不要像真正贫穷的人 那么小心谨慎的做每个决定 但是我们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 还是绞尽脑汁 因为我们想把每个决定 都做成正确的决定 我们对待每个决定 都像对待生死一样 那么较真儿 真正贫穷的人 他们的经济是极度匮乏的 他们要必须在乎自己手里的每一分钱 他们要把自己的每一分钱 把它利用到最大化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的 把一分钱分成八半化 但是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是说他非常的耗费精力 现在我们经济条件比他们强得多的人 但是还用非常相似的贫穷思维方式 比如说现在很多商店有那种 你买了东西之后可以积分 然后可以打着或者是赠送礼品这项活动 我们会在很多很多自己消费的店 都要办一个这样的卡 这种卡我们的得到是要付出代价的 第一个我们要做这个申请工作 然后我们要跟踪这个积分 最后我们要去兑现这个东西 这些都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 另外比如说有个游乐场 它某一天是免费开放的 所以那一天去的人就会特别的多 人山人海 这时候我们要把自己本来该做别的事情的时间 我们要把优先权给于这个开放那一天 要配合他的那一天 另外本来我们自己去玩的时候可以很悠闲的 但是由于那天人特别的拥挤 所以我们的代价是还要损失掉 我们本来应该享乐的那一部分 上面那些做法也没有什么对错 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真正的穷人 他们是没有选择的 但是我们是有选择的 我们本来是可以把那些个时间和精力 放到其他的事情上 对我们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真正穷困的人 他们获取到的知识和信息是受限制的 但是我们这些个有经济条件的人 也在无意识的限制自己信息和知识的社区 有人说不对 你看我打开手机之后 我们是互联网 什么信息都能得到 但是我们真正打开手机之后 所阅读的大概是两方面的信息 一个是娱乐 另外一个是新闻八卦 因为这些个是用脑子是最轻松的 也就是说它对我们能量的消耗是最低的 真正有价值的 比如说书也好 或者是有用的信息也好 它是要耗费能量的 就是说我们看的时候 它是费心费力的 而且有的还有付费的 所以像穷人一样 其实无意之中 我们也限制了自己 对信息资源的社区 第四个 真正贫穷的人 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不论多小都一定要自己干 因为他们没有选择 但是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 这个社会分工分的非常非常的细 什么事情都能够找别人来代劳了 但是在生活当中 我们绝大部分人还是每件事情 无论多小都要亲力亲为 就给别人做 第一个是要花钱 第二个是不放心 我们没有意识到 其实我们跟穷人比较起来 有这个奢侈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些事情 给他请别人代劳 花一些钱 然后我们利用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 来做一些个更有价值的事情 比如说关爱自己的事情 去做个按摩 比如说去运动 比如说令这个机会去学习 去提高自己 第五对于真正贫穷的人来说 任何小错都会对他的生活产生致命的影响 比如说一个人 他在工作中不小心摔伤了 然后他没有钱去看病 他就可能会导致成残疾 所以他们对自己所犯的任何小错都极度的自责 他们对外界的任何的批评或者拒绝也都是极度的敏感 我们在生活当中啊 犯个错上是不会像他们一样产生那么严重的后果的 但是我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也是极度的自责 但是这个原因是不一样的 我们自责是因为我们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给自己设置的那个完美的理想化的自己 我们应该的所达到的那个程度 我们应该能够把事情做好 我们应该不需要犯错误 我们应该可以把事情完全处理的好 我们不应该胆小怕事 这个视频看完啊 如果上面那些个思维方式对你有所启发当然好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希望你能够从现在开始学会善待自己 善待自己啊 曾经犯过的那些个错误不要对自己太自责 因为刚刚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啊 你可能一下子会产生一种哈一股劲头 要利用这股劲头来开始做一些个善待自己的事情 我现在给你列了一个单子啊 你可以做其中的一个或者是所有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不做的话 那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啊 可以练习一下不要埋怨自己 怎么练习呢 上面这些事情啊 你要这样想 这些事情不是我应该做的 是我想要做的 如果是你应该做的没有做呢 你就会责怪自己 如果是你想要做的但是没有做呢 诶 那就不要责怪自己 这件事情都是非常简单简而易行的啊 比如说可以站起来啊 伸一下 衬一下腰腿啊 或者眺望一下远处啊 放松一下自己的眼睛啊 诶 最重要的是练习一下啊 是应该和想要 如果你在今天当中 你会有很多很多机会 相信你过去哪件事情没有做好啊 应该那样做但是没有做到 在这个视频的最后呢 是我做的一个两分钟的冥想 呃 也可以做一下冥想 让自己的大脑休息一下 做冥想的时候 如果你的思绪啊 跑远了 不要责怪自己 也是一个练习啊 怎么善待自己的机会 把它再拉回来接着做 如果想学英文的人呢 欢迎你到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啊 看一下啊 上面也有这个视频的英文版 如果觉得我的频道对你有价值 不要忘了订阅哈 咱们下次见 2 minutes meditation with me Find yourself a comfortable position RELAX Close your eyes Bring your attention to the touch of the seat Take a deep breath through your nose feel up your lungs and down into your belly feel the air when exhale continue deep breathing at the same time relax your head your jaw your neck your shoulders your chest your stomach your back especially your lower back your arms hands legs ankles and your feet let go of all the tension in your body if your mind wanders away notice that just gently pull it back your body is filled with peace and warmth keep deep breathing and feel your chest going up and down with your breath move your tension to the touch of your seat gently open your eyes